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很多的同学担心买了琴之后学不会吉他 买了琴浪费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录制一个系列的 从零开始学吉他的系列 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入门 大家可以先看课程 感觉自己能学会就再买琴 如果感觉学不会的同学就可以不要买了 就不要浪费 那么首先咱们在学琴前选琴的时候 选择很重要 吉他的分三种 全单、面单和复合板 全单琴是指面单、面板、侧板、背板 都是什么的琴叫全单 这种琴基本价格都要2000以上 价格上要稍微贵一些 一步到位好琴 那么还有一种叫面单 面单是指什么呢 只有面板是石墨 侧板、背板仍然是复合板的 这种叫面单 面单琴的1000到2000之间 价格适中 也买的人比较多 那么还有一种琴叫 复合板 就是全都是复合板做的 是正的琴 整个琴的面板、侧板、背板 都是复合板做的 价格三百、五百、六百、七百 各种都有 适合做工比较粗糙 然后便宜 特征便宜 尽量不要选择 那么首先咱们认识吉他 上面这部分叫琴头 琴头上六个旋钮 调节音量用的 调节六个琴弦的松紧调音用的 然后下面这个叫琴镜 琴镜 琴饼 咱们的手指要在上面按 所以这一面叫做纸板 在纸板上呢 从有这种很多的横着的格 第一格开始叫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意思往往数 下面是琴箱 琴的共鸣箱 发声源里 抬上它震动 产生回声 然后呢 下面这个叫 顾弦锥 顾弦锥下马 然后基本上呢 琴的一个配置就这样子 选琴的尽量选择一个大小 十分合适的 咱们将胳膊肘架在这个琴腰的地方 手能够着这个音孔这里 琴的大小就合适 一般来说成人的尺寸 就是四十寸和四十一寸 两个尺寸 像我现在手上这个 就是四十寸 它的腰比较小 然后呢 四十一寸呢 就是这种 大家看啊 腰比较大 地头 这种叫四十一寸 所以说 初学的 选琴很重要啊